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Cindy 我是Cindy老師 今天我們來看高中英文農騰版 Design 5 The Pharaoh's Curse 好這一刻呢就是法老王的詛咒 那 法老王大家都應該知道就是埃及的法老王 那這一刻講的這個法老王詛咒是講到這個 圖坦卡門的 這個法老王他的一個 傳說中的詛咒 好那是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單字 第一個單字是Curse Curse 好那這個字呢在念的時候呢這個er 特別 特別要捲舌捲到 裡面這樣所以呢是Curse 這樣子 那這字就是詛咒它是可俗名詞 A kind of a supernatural power that brings bad luck or death 好一種 Supernatural就是超自然的力量 好什麼叫超自然力量 就是不是自然的嘛 對比方說一些 好 這種 好什麼通鬼神的 好那一種 那一種 好 就是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力量或者是像外星人 好有些很不可思議的世界我們就覺得是不是外星人 好這樣子 那種也是一種supernatural power 好它會帶來 Brain's bad luck or death 就是帶來 厄運或者是死亡 然後看到例句 the mansion is haunted because someone has put a curse on it 好這棟 mation mation就是豪宅別墅 鬧鬼是haunted haunted就是 被籠罩 被鬼籠罩 因為有人 has put a curse OK同學這邊注意一下 has put 這是現在完成式 那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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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台同行 好下詛咒用哪個動詞 用put 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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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urse on it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解析 好那這個curse呢 它的同義字呢 除了 除了這一個 就是 它除了當詛咒其實curse還有一個是咒罵的意思啦 詛咒可以用spell spell就是好像那個 有個符咒這樣子 然後下了魔咒這樣 這個就是spell 好我們看一下它可以當動詞性 除了當詛咒之外還可以當咒罵 好比方說什麼 什麼god damn it 之類的這種 這是咒罵 等於swear blindsphere 這個blindsphere就是講出一些 褻瀆生命的一些話語 這樣這個叫做 blinsphere 褻瀆生命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句 He started cursing the empire for calling the bull out 好它開始詛咒這個 empire 這個皇帝 empire 這個帝國 再來我們看一下cursed cursed 就是被詛咒的 被詛咒的 比方說被詛咒的什麼樣的 寶石 被詛咒的鑽石 這地方可以看一下 a cursed jewel cursed jewel cursed jewel 就是被煞詛咒的珠寶 他的新的小說就是關於一個被詛咒的 從一個古老的 國王的所偷出來的 像這種 非常傳奇性的 非常神秘的這種 故事啦 或者是真實事件 大家都很喜歡聽 像這個 寶傑有沒有 他常會講一些這種非常 神秘 非常 這些傳說啦 傳奇啦 或者是被詛咒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我也很喜歡看 好 再來看到 第2個單字 第2個單字 Inexplicable 這個字我們可以看到 這地方怎麼背呢 同學 這個呢 請你注意一下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Explain 過來的 變化過來的 Explain是什麼 就是動詞解釋嘛 對不對 動詞解釋 那abow呢 abow就是能夠的 abow就是能夠的 然後加個in I earn not 所以就是 無法解釋的 無法解釋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解釋 impossible to explain 是不可能去說明去解釋的 我們看一下例句 The missing of many ships and plants in that area is inexplicable 好 這個失蹤 這個missing是名詞 就是失蹤的意思 好 失蹤 從許多的船隻跟飛機在那個區域 好 是 那個擺木打三角桌嘛 好 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好 主詞在這個地方 就是主詞 所以你的動詞是 is 好 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好 我們看一下解析 好 在解析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同意字喔 好 像這個大家可以寫一下 好 Inexplicable 等於 mysterious 就是很神秘難解的 那 unexplained 就是無法解釋的 好 或者是 incomprehensible 無法理解的 好 無法理解的 這個 這個都是禁釋字喔 好 禁釋字 好 那它的相反詞呢 也就是剛剛的 好像這個去掉in就變成explicable 或者是understandable comprehensible explainable 好 所以你大概選 選幾個勾等 你寫一寫就可以 好 來看一下例句 for some inexplicable reason his mind went completely blank 好 因為某些沒有辦法解釋的原因 for some reason 有沒有 好 這個你可以把它寫下來喔 因為某些 無法解釋的原因 無法解釋的原因 他的心 他的腦筋呢 完全一片空白 這個wain completely blank 就是腦筋 完全一片空白 好 這個可能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比方說 剛剛講到一些神秘事件 好像有些 什麼 傳言中被外星人抓走說 我就看到一道光線 然後我的腦筋就 oh my mind wain completely blank 然後我就 我就怎麼樣 好 這樣子 我就完全失去記憶了 好 再來看到第3個單字 第3個單字 miss miss missology missology 好 這個miss呢 可以當作神話 像中國的最有名的神話就是什麼 山海經 好 山海經這樣子講 你可能不清楚 像女窝補天的故事 大家應該知道 他就是在山海經裡面 那在神話呢 miss 像說希臘神話 羅馬神話 宙斯 Herod Juces Herod 這些等等 OrCupid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 然後呢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miss是神話 然後 ology 好 什麼ology 有沒有 就是學 就是什麼樣的學 好 學說 學術 這樣 所以呢 這就變成神話 好 就是神話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解釋 miss an ancient story dealing with supernatural beings 古老的 好 故事 Dealing with 他的內容是有 關於supernatural beings 就是那些有超自然力量的個體 好 那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像這個希臘神話裡面呢 Tusus 他就是 這個天神嘛 所以他是 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 這樣子 好 再來我們看到例句 According to an ancient Chinese myth There were ten suns in the sky in line of land were shot down by hoi According to 就是根據 這個介系詞就是根據 好 這些詞 根據古老的 好 中國神話 有 九個太陽在天上 然後 其中的 十個太陽在天上 那其中的九個背後翼給射了下來 接下來看第二句 We must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and history to avoi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facts 我們必須 這個是情態主動詞 必須要知道這個differences 就是不同 好 什麼樣的不同呢 用介系詞 between 在 between a and b difference between a and b 在神話跟 歷史之間的不同 神話 是 我們的祖先 好 他無法解釋這些超自然的力量 或者是自然的力量 那他因為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 他把它 擬人化 把想像 變成了 神話 這樣 那his history 就是 歷史真實的事件 為了去避免 avoid 就是避免 misunderstanding 誤會 好 誤會 什麼誤會呢 歷史的事實 好 那我們看到 不可說名詞的神話 mystology 就是 学科 那這邊就是神話 In Greek mythology The beauty of Helen resulted in the outbreak of the Trojan War 在世界道神話裡 Helen的美貌 導致了 這個result in 就是導致 等於cos 等於lead to 等於lead to 等於give rise to 好 這邊順便複習一下 好 造成了 好 造成導致 那他的相反就是result from 好 前面這個地方是 好 前面這個地方是 這邊是 因 果 那這邊是果 好 果 因 OK 好 造成的 Ospirit就是爆發 好 特洛伊戰爭的爆發 好 我們看一下 這個解析 那當成 miss呢 除了當神話之外呢 他也可以當作 迷思 什麼叫做迷思呢 比方說 我們 我們會認為 大部分的 女性的語言能力會比男性的語言能力強 或者是說 男生男性的運動表現會比女生還要好 這其實都是一種性別上的迷思 這個叫做miss OK miss 或者是說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有一個 節目叫做留言終結者 留言終結者 那我記得那個節目呢 他就叫做 miss busters missbusters 就是說 busters 本來是ghostbusters 就是捉鬼大隊啦 那這個地方是說呢 去破除這個 迷思的 的隊伍 他叫做我們台灣翻成留言中間者 那裡面他會講到很多的迷思 然後他 他就去做實驗給你看 他就去做實驗給你看 蠻有趣的 比方說其中有一集呢 是在講說 以前有 有那個 好像據說在 某一個 戰爭 然後 他利用這個 鏡子的反射 然後 不知道是哪個戰爭 我忘記了 是亞里斯多德 他提出了嘛 他就講 他就把那個 他就要士兵呢 拿那個鏡子 然後藉由 藉由那個陽光的反射跟聚焦 然後去燒回那個船 這樣然後結果他們就真的去做了這個實驗 OK 所以這也蠻好玩的 流言終結者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例句 在第一個我們看到 Greek myth 就是希臘神話 好希臘神話 就是這樣子 Greek myth 好希臘神話 好希臘神話 好來看例句 The musical is adapted from a Greek myth 好這個音樂句呢 是由一個希臘神話所改編而來 Adapted 就是改編 這個例句的部分呢 同學你可以看過去就好 如果呢 你覺得你都會了 就不用特別去記了 好然後再來第二個 It's just a myth that woman can't perform as well as men at work 好這只是一個迷思 那這個迷思呢 我就覺得你一定要寫下來了 好什麼樣的迷思呢 女性的工作人力 不如男性 這樣好 perform 就是表現 as well as 就是和什麼一樣 好 OK在工作 我們看一下這一句 The purpose of the speech was to dispel the myth that causes causes cancer 這個演說的目的就是去 dispel the myth 這個是破除迷思 這把他寫下來 Dispel 就是驅散 好破除迷思 什麼迷思呢 就是咖啡會致癌 好 好這個可能就是個迷思了 好再來看到幾個 像這個urban myth 就是都市的一個 好傳說 好 稀奇的故事 好比方說這個有很多的 英雄嘛 我們看到那個Marvel還有DC有沒有 這幾年那個英雄的 電影非常的夯 那其實也許他也沒比他就是一個urban myth 好 The story of spider may is nothing but an urban myth 這個蜘蛛人故事不過就是一個 都市的傳說一個神話而已吧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的形容詞形 Mythological Mythological 這就是神話的 神話的 好那像 在神話的這個Sphinx Sphinx有沒有 The Sphinx is a mythological creature 它是一個神話的生物 它就是會擋在那邊然後跟你問謎語嘛 那你如果沒辦法 回答就把你吃掉 好 再來看到第四個 第四個 Wipe Wipe 好這個 這地方這個 I好捏 I Wipe Wipe就是 刪除跟擦拭 然後拿抹布擦擦擦擦擦 好這樣子 好這就是Wipe 那 另外一個Wipe就是有很少或抹去的意思 很少或抹去的意思 我們看一下解釋 To remove or to delete to clean 好remove就是移除 好就是要把它移除或者是去刪除 Clean就是清潔 我們看到例句 It is difficult to wipe out all the bad memories from one's mind 這件事是很困難要去 要Wipe out 就是完完全全的抹除 刪掉 好 所有 因為有 不好記憶從一個人的心 心中 這可能電影才會發生 OK 我要把我這些不好的記憶給刪掉 情報刪掉吧 這樣子 電影就有這樣子 就 刪掉這些記憶然後最後會怎麼樣呢 這還蠻有趣的 Garry is a neat freak He asks guests to wipe their feet before they enter his house Garry is a neat 就是乾淨清潔 Freak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我們講說 Freak 就是怪咖 或者 或是什麼狂 比方說 控制狂 我們也說 Control freak 它是一個控制狂 Neat freak 就是一個清潔狂 就是什麼都很乾淨 然後它要求所有賓客呢 去擦拭他們的腳 就在他們進他的家裡面 就是 腳髒髒的不要踏進來 所以這個wipe呢 本身它就是有 看一下它的同一字 像clean rub 或erase 或get rid of erase就是 就是擦掉 get rid of 就是丟棄 就是丟棄 Wipe out 就是去除跟剔除 剛剛 例句裡面已經有了 Wipe呢 本來就是 像說用抹布擦 或用紙巾擦 好那我看一下 Wash 就是洗 Brush 就是刷 Mop 就是拖地 Polish 就是擦亮 比方說有些清潔機 它特別把這個什麼 抽涌煙溪的啦 或者是這個 瓦斯魯的那個 它油油膩膩的這樣 把它擦亮或者是說 那個油啊 鞋油可以把鞋子 Polish 擦亮啦 Scrub 就是用力的擦洗 OK 等等 OK這地方呢 Swipe Wipe Dust 等等 這都是 這很好玩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抗菌紙巾 這個 濕紙巾嘛 對不對 Antiseptic wipes 這個就是 抗菌紙巾 可以把它寫下來 Anti就是 抗 對抗 Septic 就是細菌 細菌的 紙巾 再來看到第五個 第五個 Trees Trees 可以當名詞 也可以當動詞 名詞就是 跡象 或痕跡 當動詞就是 追蹤 追蹤 比方說這個 偵探 弗爾摩斯 他要追蹤這個犯人 那個犯人到底是誰 所以呢 他要 尋踪 Trace 跟著這個 留下了任何痕跡 去做追蹤 好我們來看一下 A sign showing that something or someone exist Sign就是 就是 好這個 這個跡象 它呢 顯示出 人或模式 存在 我們看一下例句 Some traces of an ancient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Being found along this coast 一些蹤跡 好 其他蹤跡呢 就是一個古代的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 這個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 Ancient civilization 就是古文明 OK 已經被找到了 沿著這個海岸 再來看到 動詞形 We can trace the use of a fire back to the time of a pecking man 好我們能夠 Trace some back to 我們呢可以追蹤這個火的使用回到這個北京人的時代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補充的地方 像在這個Trace呢 就是 剛剛已經有講過有痕跡跟跡象 那另外呢Trace也可以當作追蹤 好叫做追蹤 我們來看一下 幾個用法 Traceable About 請你寫下來就是 可追蹤的 反義字就是 Untraceable Untraceable 像現在呢 大家 大家到底去哪裡其實是非常容易追蹤的Traceable 只要你有上網 還有你有開GPS Absolutely It's very easy To trace To trace OK Or You are Everyone is trustable 大家都是可以追蹤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I have just received a voicemail with no trustable coder ID 好我剛接到一通電 這個voicemail然後就應該是 好這是語音的郵件吧 那他是沒有辦法追蹤的 好電話號碼 不知道是誰 這樣 好只要用 whose code就可以追蹤了 好再來呢看到 Trust us Trust us 就是少或沒有 也就是沒有蹤跡的 This was a perfect crime Because it's a trust us 好這是一個完美的犯罪啊 因為他是沒有 無 無跡可勋 好 唯有蹤跡 The criminal loved no finger print Footprints or any other visible mark 好這個罪犯呢沒有留下任何的指紋 腳印啊或是任何可見的 好痕跡 好 OK那我們這邊呢 好先講到第五個單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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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